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芳米云 现在我是88岁 以前我是读书 曾经有一个时期要出来教书 可是认识了我的另一半 跟他结婚了 他是一个很妒忌心很强的人 他强迫我不给我出来做工 关我在家里 不能够到外面接触外面的朋友 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像一只鸟被关在笼子里面 后来他失踪了 那么我就把孩子带大 他们现在独立了 不需要我离他们 所以我就出来到处走了 我的名字是Chan Bid Seng 我现在是74岁 所以后来我退职 我加入了 RSVB作为充长 因为我看到很多这些充长 他们主持人 他们喜欢做充长 但坦白了他们的英语 不是那么好 因此,我开始了学习和12或13学生 我并不是一个精神学习两个英语 他们可以试试英语,不太简单 最令人感到是当学习后一或二年 他们回到你和说 老师,我现在很高兴,非常感谢 我父亲说,阿妈,英语你已经增强了 但我们享受,我享受的社会 我认为他们享受我 因此,随时,我们开始成为他们 变成为工作人员 这是我的目的目标 我认识了什么是爱情 什么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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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受 什么是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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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